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七到十四节 有谁当兵自备良想呢 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 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 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 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 就如摩西的律法记者说 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 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 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 分明是为我们说的 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 打赏的也当存着得良的指望去打赏 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 就是从你们收割凤羊肉身之物 这还算大事吗 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 何况我们呢 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 到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你们岂不知为圣使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 事后祭坛的就分坛上的物吗 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 保罗用一些例子来说明 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是应当的 因为当兵的不用自备良想 在葡萄园的可以吃园里的果子 牧养牛羊的可以吃牛羊的奶 摩西律法也说 牛在场上踹骨 做工的时候要任凭他吃身边的穀物 耕田的农夫都存着收割的指望去耕种 打骨的人也是存着得到五骨的指望去打骨 旧约的祭司也吃殿中和祭坛上的食物 并且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 也是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 但是当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他们没有旧约的背景 也没有听过任何主耶稣的教导 当时的哥林多有各种不同的神庙 神庙的祭司前方百计地使用各种手段 蛊惑人奉献金钱给他们 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果保罗要求和接受哥林多教会的奉献 会让一些人怀疑保罗传福音给他们的动机 是否只是要他们的钱 这样他们会进一步怀疑保罗所传的福音 所以为了不让基督的福音被革主 保罗宁可不要他们任何金钱的供应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因此认为 传道人都应当像保罗这样 不接受教会的供养 而是自己养活自己 这样才更属灵 事实上在别的教会 保罗也会接受教会的供应 他接受菲利比教会的奉献 他也曾经向罗马教会 为其个人的宣教施工筹款等等 今天一个忠心侍奉神的人 不应该只是为了薪资而工作 也不需要为自己的薪资去拼命地争取 要相信神的供应 另一方面信徒也应当明白 我们有责任来供应传道人的需要 一些的华人教会觉得传道人应该要穷 这样才属灵 这也是不对的 要记得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是应当的 求神帮助我们恩待神的工人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 感谢你赐牧师传道人在教会中牧养群羊 求神赐给他们所需的恩赐和力量为你做工 让他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师 竭力在你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也求神让弟兄姐妹懂得如何爱护和恩待我们的牧师传道人 好让教会在各样的事工上都合神的心意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得圣的名 阿们